年生活佛卢盛燕持续写作文章和笔墨画作 在今年是已经创作第五十年了 他发表了最新编制的书《真佛正剑》 以及两本漫画 这都是这些年来创作的精华 他也特别的是赠送书籍给民众 希望可以传递正向能量 而在这场新书发表会上 卢盛燕还亲自的用书法题字 强调正法横在 年生活佛卢盛燕发表最新编制的书籍《真佛正剑》 以及两本漫画书《不可思议》和《匪夷所思》 特别挑选他所发行的 258本创作文集当中的精华 希望带给读者心灵上的智慧与启发 而盛燕也分享他每天创作的理念 每一个修行人都应该有正念 古代的圣贤 他所留下来的圣缘量 因为有了这个圣缘量 我们就是学习佛法来讲起来 就是学习这个圣缘量 也就是古代的圣贤 留下来的这些东西 当然你有了圣缘量 自然就会产生正念 持续维持创作的习惯 他还大方赠送书籍给读者 在创作50周年的重要时刻 一共要送出5000本给各个学校 我觉得画画里面 可以表现自己的心灵 还有这个意象 他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能够把画展现出来 那也就是表达自己的心灵 不仅写作还有绘画 现场展示巨幅创作 一帆风顺满载而归 同时卢山雁还亲笔题字 正法横在 希望用书画来进化心灵 记者林思宇连石修台中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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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